同学 也许可以自己玩玩看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云端上面 但是要装蛮多东西的 可能就是第一个他麻烦地方 只有Firefox里面有这个录制的外挂 所以你在Chrome里面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新版Chrome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用Chrome 他要必须装这一个东西 然后他有个Record功能 就是你如果网页上点点点点 然后呢做什么动作的话 他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我把那个什么Key的吴老师 就是Enter之后到我的教学部落格 类似像这样子 那自动可以执行 你可以把程式产生之后贴到哪里 贴到Python里面 但是要必须贿赂这些东西 input这么多东西 然后才能够去执行 run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当然你进阶还可以怎么样 当他点选之后改变了 就是你可以把里面的东西get回来 比如说你一定要点选的动作 那其他的话这个我想各位可以玩 因为今天最后一次上课 那我们就最后把那个后面还有几个范例把它讲完 包含就是我刚刚提过了 其实在那个台彩其实他蛮奇怪的 就是说他这个网站里面 你会把它点击进去的话 他除了说刚刚看到资料之外 他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里面还有放另外一个网页 我之前进来之后 点了这个什么最先开奖 他好像还有点这边 这个地方他又秀了另外一个网页 他的网页网址是什么 index new 刚刚那个什么叫relau 其实看起来好像一样 可是实际上里面放的东西也是差不多的 开奖顺序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刚刚那一题 假如你不要去抓relau 你可以index new 其实这边也有 但是微地产他好像顺序不太一样 这边也可以试试看 里面不外乎就是按右键 这边有没有锁呢 其实这边这边按右键好像就没有锁了 所以这边的话比较没那个问题 你可以再去检查 但做法都雷同 第一个你要先抓 你要抓的再往外推 然后去抓上面的东西 再往里面去把里面的这个东西 把它抓回来 不过他这个叫什么 他叫DIV 他不是放在span里面 所以做法差异性不大 也许这个当成各位的练习题 那后面有一题我讲过 这个里面都有class 都有DIV 类似像标签跟class 比较好抓 那有一些网页 就是没有class 没有class我还真的很少见 但真的有 感觉好像是网页里面的古董级的网页 这古董级的网页 第一个怎么知道它是古董级的网页 第一个 往下卷动 这个我想抬一抬给各位当链 寿司这边有 以下都有 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下一题 就抓什么 雅虎的股市类股资料 那这个其实有点挑战 为什么 第一个它的结构跟人家真的是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把他抓的资料在这里 这个是水泥类股 其实当日行情里面不是只有水泥类股 这么多 当然未来 当然我是希望你们可以 一次全部把他当日行情全部抓下来 不过我们一样 要抓所有资料之前 你一定要先能够抓第一个吧 不然后面你怎么抓 就像我们刚刚威力彩先抓下来 再全部就可以把他抓下来 一样的道理 不过这个可能要蛮花一点时间 你要先去分析网页的结构 还有里面刚刚的东西 其实也不需要说太过于想的太 就是想太复杂了 其实就是固定那些东西你把它抓过来 像我们刚刚不是分析我要的东西 他的什么标签跟他的class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要抓什么东西 水泥类股 里面的什么 像这个股票的代号我要 时间反正就是这一块 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table 那不包含选择 反正就这个范围的资料 我要把它get回来 所以我第一个 我先找什么台泥这个位置 把它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检查一下发现 他其实他是一个超连结 超连结里面的话 就里面的资料 底下这个td 所以用箭头 这箭头真的还蛮好用的 他是td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他只有td 没有class 完全没有class 连table里面也没有class 所有的地方你找不到会有class的地方 这太厉害了 这个我还没有到目前为止很少有这种网页 是没有class 那没有class 用beautiful soup 这就真的很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你用fine的话 给他标签他可以fine 但是问题table 这个网页里面table很多个 那问题你要抓哪一个table ok 再来的话呢 你把它抓下来之后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把td里面东西抓下来 不过怎么样去做排版 那就是很麻烦的地方 那第二个 其实你要观察说他这个还有蛮特别的地方是哪里 他这个网页里面 他的编码方式也蛮特别的 我们在他的html里面 把他按右键好了 我看一下 把他原始码叫出来 检释原始码 那你会发现 在他的head里面 你会发现他编码方式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他的编码方式 他的编码方式 javascript 是放在下面 看一下 在那个head里面 啊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chasset big file 哇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那big file了 有没有 现在基本都是utl8 很少有用big file的 所以这边有个问题 你抓下来东西 你还要记得 他的encoding 一定要是CP950 big file其实就是CP950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要先怎么样 把这个网站里面的东西抓下来 那我要先怎么呢 一样是用这个request 然后呢 beautiful super 再来的话呢 我用get方式底下ecoding 一定要CP9 如果你没有加这一行 或加utl8 下来的东西就是乱码 那假如说啦 我知道没有class 但是还能不能抓 还是可以抓 我们抓前面的标签 没有class 没有class 有没有class的那个抓法 那我待会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其实这也是我 实在是 总是看到有不一样的 那就有接受挑战的那种 企图心啦 所以只要抓 嗯 我就想 好 这个 想办法嘛 反正总会有办法 后来我分享一下我的抓的方式 最后的话呢 我一样可以把他里面的东西抓下来 所以资讯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 一样可以把他的股票带好 这些全部抓下来 然后 这边也是一样全部抓 不过为什么抓两次 我是推着两次 OK 好 待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就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没有class 那当然我们一样可以把知道抓 可是方法可能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特殊的方法 有些地方还是一样是自己想出来的 但也不见得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我想应该是蛮简单的方法 待会请各位先试试看 也许先看一下云端上面 这个 我们的Yahoo 所以Yahoo股市资料 Yahoo的股市资料 一个table 所以呢 我们当然就是分析一下 这边是一个table 那可是这里 这个网上 这个网页里面很多个table 那哪一个才是我要的table 那所以我就用这一招 就是说呢 到切到这一个画面里面 就是我一样去检查 然后呢我用一个方法 检查之后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第几个 所以呢我可以用算的 那怎么算 其实特别重要 你可以 往上推他的table的标签 那边是在 T8D T8D上去 应该有table 就这一个 这一个 但是问题这一个 它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我可以 里面有很多个table 那我 像Credittable 是要抓的是第几个table 像BBA里面是 它是抓第几个 那我要怎么知道第几个 一个方法 第一个 把table复制一下 Ctrl加F CtrlF呢 你会发现它会把这个 这个显示出来 有没有 显示出来就是说 目前 总共有19个table 意思说这个网页里面有几个table 那我的table在第几个 这个把它拉上来 第几个的话 所以这个有点是取巧的方法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用算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到第几个 你可以第一个是这里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有没有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哎 找到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 那没有更好 没有Class的前提 底下 因为它如果有Class 我就知道抓哪一个 那没有 怎么办 这样就算了 所以我知道 它是 所有的 那个table里面的第九个 如果编号的话是01234到第八 OK 所以第一个我已经知道 假设我要把这个table抓下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第一个先把这个table全部都抓下来 然后呢把里面的第八个 这个也许先把它get下来 就是找所有的table 然后呢去找一下这个table里面的第八个 把它里面的所有td 那因为储存壳里面的资料就td 所以我可以把它get回来 然后试一下 也许把这个里面的东西print出来看看 假设我今天print了 我底下的东西 我先阻截掉 print了 那底下当然就第二个部分 就是再去做切割 那切割怎么切割呢 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 算完是第八个 所以也许我就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的东西 先print了一个 哪一个呢 也许先把我们要的这一个 先把它抓下来 也许其中第0个是什么 里面的test 或者你可以再跑个回圈 把里面的test全部把它get回来 先试一下 里面到底有没有抓到我们要的资料 没有 OK那试一下 也许你先找一下这个table部分 开始要找 这个前面加一个这个小符号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一个 这个你会发现 连上面也找到 就会多好几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加一个 等于是它的标签名称是table 那这个table的话 当然如果这样找的话 应该就比较正确 往下找的话 基本上就6 那如果编号的话 应该就是d 所以刚刚如果找的话 记得这边把它改成5 然后把里面的td 就是它里面的储存格里面资料 帮我get出来 那你会发现 把它get回来之后 里面的文字 帮我怎么样把它输出 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底下这一串 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串 因为 它td是有 可是里面呢 它会有很多的换行符号 它不像说有class 所以如果td里面有class 你也可以把它逐个抓过来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其实我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把它全选 但这是我的做法 分享给各位 第一个把它复制贴到哪里 贴到word里面 贴到word里面做什么了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也是用分析结构 那这个分析结构的话 会常用里面这个可能 就是里面的那个隐藏标记 但你也可以一样的方法 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什么 notepay++也可以 同样的效果 那里面的话我就分析它什么 比如说我要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这边可能后面有没有 它一定是换行 加一个空白 再加一个换行 再加一个换行 那如果这个结构 这个部分的话 将来是 会是第一个换行 然后底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还要哪一些 这个有四个换行 它结构性好像都有固定的那个逻辑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它每一个换行 我最后是把它取代成 逗点 好了 假设我今天输出 我希望全部变逗点 那我就怎么样呢 先把我要的保留 换行的部分保留下来 把多余的东西呢 全部都把它取代掉 所以第一个 我先用那个Ctrl加H取代 取代 取代的话呢 其实这个将来可以把它改成在Python里面的程式 第一个H 段落标记 空白 段落标记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段落 其实就enter了 然后再一个段落标记 那我要保留的话 那我要保留的话 我先把它取代成一个小老鼠 把它全部取代 目前应该只有一个 就这一个 我把它先取代成 这个小老鼠将来也可以再恢复成换行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段落标记 有四个 所以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它最后结束一定是一二三四个 所以基本上你换行的部分 基本上可以把它用这样的四个 取代成什么 一个小老鼠 OK 全部取代了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小老鼠将来可以再把它换回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再去分析里面的结构 里面的话 还有什么地方要把它保留 我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我可以把它怎么样 就是一个换行 一个空白 两个换行 可以把它改成那个 这个反弦线N 然后先取代成这一个 然后四个 再来的话呢 把三个去除 因为三个 这里面的话 里面好像有一些三 三个段落标记的 是多余的 我把它删除 目前看起来是两个 好 没关系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把它先三个 三个把它怎么样 取代掉 那取代的话呢 这边呢 就把它怎么样 空下来 全部取代 取代成没有 里面好像没有 然后再来 把什么呢 把两个 应该是两个 变 两个把它去掉 所以待会 城市可以改一下 就是如果两个 把它全部取代 那里面的话呢 有七个把它取代掉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所有的段落标记 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痘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段落标记 全部取代成痘点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小老鼠 取代成回原来的 那个指定方式 段落标记 全部取代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还有哪一些 不OK的呢 最低 因为这个是主要是什么 宽度的关系 所以我把这个字 把它再改成 痣稍微缩小一点点 最后就OK了 好像还有多这些 不过这个其实可以 那其实我的习惯 就是如果说 它来的东西 假如说无法满足我 里面可能找不到的 像beautiful soup 没办法的话 那也许我可以 什么用刚刚的方法 所以我把刚刚的方法 套用到哪里呢 套用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所以基本上 我就取得这个文字吧 然后我就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都放到这边来 所以第一个呢 先取代 其实就跟刚刚一样的方法 把一个换行 一个空白 两个换行 然后呢取代 先把它取代成小老鼠 因为将来这是我要换行的地方 把它保留成小老鼠 那四个换行变成一个小老鼠 好像这边是不是应该改成两个 我好像这个我 之前好像是三个 不过没关系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去掉 然后呢再把什么呢 所有的换行变成斗点 最后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刚刚要保留的小老鼠 再变回原来的换行 再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你会发现这样输出 看到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呢 看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呢 全部都输出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地方多了四个字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字 所以你要怎么样 刚好把头跟尾去掉 对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呢不用做什么动作 因为他这个字串 本身就是一个串列 字串就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加一个中瓜糊 告诉他说呢 请你从零一二三 从第三个字后 应该是什么 零一二三 从第四个字开始 所以这边输入试看看 冒号的话意思是说到哪一个字 到总长度扣掉一个字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LEN 然后瓜糊 里面的话给他S 但是记得怎么样 把它-1 意思说我要扣掉最后一个字 这样的话呢 写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我要的是零一二三 第四个字开始 没错 所以论完之后理论应该看到的是 这样子 然后呢不包含这个豆点 OK 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按个确定 诶 有没有 股票代号 最后这个豆点也不见 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 这样如果说你要再把它塞到Data Base 就比较简单 因为中间你可以把豆点在Splitter 然后再塞到Insert into到Data Base 里面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不然的话我现在想不出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所以你会想说 为什么还会需要用到Word 而且用Word主要原因是我要推理 我要先推算一下 我大概会需要取代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我会先把我要保留的 我要保留的换行位置 所以我要保留的换行位置理论上就是有这一个嘛 所以你会看这个后面跟后面这些分析结果 它就是会有四个换行跟三个跟一个空白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其他的东西删掉 两个Enter把它删掉 然后一个Enter就把它变成豆点 最后再把这个换行 这个小老鼠改回换行就OK了 所以其实看起来城市其实没几行啦 不过我那个都想很久的 这种方式是也是个取巧 不过你们可以想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再告诉我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source的话云端上其实也有了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 那不过目前有个问题就是只能抓水泥个股 但是如果你要抓其他类股的话 那你可能要怎么样 再把其他的网址复制起来 不过不是好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式干脆 直接从那个网址上面 下一点 就是改一些东西啦 其实就可以马上 可以把所有的清单 所以这些清单也可以把它变一个list 你可以把所有东西全部一气呵成的抓下来 这个当然是一个目标啦 如果可以 其实你网络上要抓什么资料 都会非常的容易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